近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外食人口减少 果菜是供过于求 花莲县政府为了积极行销 在地的优质农特产品 特别辅导花莲市农会 在花商超市的市楼 办理两天的泡菜制作教学 邀请职讯局的专业讲师 利用高丽菜、大白菜、萝卜 制作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人工甘味的韩式以及台式的泡菜 黄金泡菜和萝卜甘 除了家会一般的民众学习的管道 也更替农产品多了一个推广的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民众选择减少外食 果菜农产品也供过于求 而为了推广国产农产品 并调节季节性农特产品 疫情期间提升地方民众厨艺 能好好照顾家人健康 花莲县府辅导花莲市农会 15日下午及17日上午 在花商超市四楼办理泡菜制作教学 变请职讯局中西餐制作讲师陈俊龙 利用高丽菜、大白菜、萝卜 制作没有添加防腐剂及人工甘味的 韩式台式泡菜、黄金泡菜及萝卜甘 今天这个泡菜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可以吃一些对防疫比较充足的一些吃的东西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加工员洗 能够调节我们的这个高丽菜 或盛产的这个问题 然后能够延长它的防存期限 希望能够介绍我们的气候好友 能够多来我们采购我们花莲市农会最新鲜的食材 我们自己做没有添加任何的研究 所以今天就要透过专业的讲师来交给我们 大家能够回去好好的暂时运用我们的工甘品 去把它好好做加工做起来 花莲市农会办理农业讲座已行之有年 特别是针对各项盛产农特产品加工料理课程 更是场场爆满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改成小班制教学 期盼在疫情期间 借此推广超市的蔬菜、水果 不仅有鸡无毒、健康、养生 样式也丰富、价格更便宜 除了家会一般民众学习厨艺的管道 让家人安心吃、健康吃 更能替农产品多一个推广机会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